各位馬迷朋友好 又是我Kenny 雷文 跟大家研究 今年賽事的最後一次賽事 希望各位老朋友 可以在年尾行過好運 不用賺那麼多 剛剛贏到夠洗就夠了 希望各位馬迷 都有幸運之神的眷顧 可以過一個鬆鬆動動的年 先跟大家說 希望各位的影片可以看長一點 甚至乎看完 有個播放速度可以較快些 其實1.2倍 1.5倍對音質沒有什麼影響 但又可以快些聽完整場的分析 看到廣告的拍檔 可以點擊 點擊 了解一下產品 亦對雷文頻道曲線支持 另外台務 有些事想跟 一些事前Live的老朋友 和會員朋友說說 有可能 事前Live 會分開兩次來做 排位日 那一日 或者是排位日 那一日 即是跑之前那兩日 可能是先做了A Part 老朋友都知道A Part 為什麼 B Part 就是賠率日 即是跑之前那一日 做 變成每一次 各位 某部分長次 只是用那段時間 去討論某部分長次 分開兩天 那就不需要聽到這麼晚 看看 雷文看看 什麼時候開始執行 第五場 四班 千二米 先 這場馬 雷文量下去 自己寫馬 我自己寫了 有七 七尺馬 那麼多 四連環 四重彩 如果計算大難門 可能有八隻 但是 講馬分析 都是講四隻 那些片 不想太長 有什麼 就是雷文時前Live 才研究 先由簡單講起 人馬合拍的 有得益良多 正本寬心 日日靚 這三隻 換了配備有穩定 有得益良多 正本寬心 桃花勝 日日靚 這四隻 符合這個條件 兩樣都符合的 就是 得益良多 正本寬心 日日靚 我選了兩隻 但是連那隻 第三隻 我都想選擇 不過名額又閒 我還有一隻 馬想搏 這場馬 雷文搏了下去 之後 步速未必會很快 再加上 放頭馬 可能只有 全心全意 正本寬心 如果看上場 可能只能提到這兩隻 但是 今場有很多檔位好轉的馬 而守得住 步速的馬 好像正本寬 得益良多 桃花勝 日日靚 未必是 全心全意 還有 全心全意 歡樂好友 還有 那隻 勝出魅力 這些都可能 咬得到 步速 但就不是放頭的馬 說了 如果有檔位好轉 又有 人馬合拍 又有配備變動 那就有 夜日靚 正本 夜日靚 得益良多 這兩隻 未跑過的馬 有這隻 前途永恆 這隻 前途永恆 是新馬 十二檔 我看過他三貨集 除了第一貨 試重化800米 我覺得那貨短途 反而好 接著試過兩貨 稍為長一點的 重化集 我覺得表現是一般 一貨有大眼罩 一貨沒有大眼罩 十二檔要爆入 都沒辦法 這場馬 有霍利時 庫鏈佈持了名字 弄得馬 出不了 天署歡 曾經季初跑過第五 那場馬 我也說過 步速很奇怪 這場馬 跑了第五 這兩場又交不到表現 試了貨集 今天是補上來的 王浩南試的 試過貨集 他那貨集很有趣 是帶了頭罩 帶了頭罩 但他今天是脫頭罩上陣 就是帶頭罩 試襲就不好 就脫頭罩上陣 究竟有沒有異形換影 不知道 如果算賽職 我還是選不到 再講那隻正時機 這隻馬比較麻煩 他在6月26日 曾經不良於痕 即是上季的事 12月16日 有不良於痕 即是剛剛 但12月17日 就已經復貨 出來量度了 即是不良於痕 停都沒有停過 不知道怎樣 不良於痕 未不良於痕之前 潘頓就去幫他試了貨集 我就沒有看 因為已經是十月的事 即是不良於痕之前 如果你有影響的貨集 他就不能作準 後來試了兩貨集 從化集 波建市那貨是否從化呢 我看清楚 應該不是從化 波建市那貨 對 沙田 從化那貨是要騎的 表現一般 波建市那貨也是要騎的 表現一般 這隻馬是後上性質 即是比較後 若然這兩場 這場馬 萬一只有正本寬心 全心全意那些放 全心全意上場 賺了萬步速 不過是沿途三跌 回到來有得折 但是快步速有沒有得折 不知道 究竟會不會遇到萬步速呢 正本寬心 上次對上兩次 雷文也有介紹 我自己也有買 我不怪這隻馬 上次跑回來 輸給英明勇將 英明勇將升班 都可以跑到第五 我就不會怪這隻馬 不是自己貼了 輸了 然後又罵 潘大炮 我不是這樣的 我看回事實 我不會怪這隻馬 輸了錢我都沒有生氣 但是他上場是虧了步速 今天撿了狗檔 會不會對他馬有影響呢 雖然說沒有什麼快馬 但是始終是要割起來 那段路都是走多了幾步 說了這些 如果跟大家看馬 先跟大家看那隻叫日日靚的 上次拉上去程 我都說如果看回賽職 他拉上1,600 就一般的 我上次選擇 前一次我選擇他的原因 就是這場 蝕了慢步速 今天名牌效應 再出走位 沒得頂之下 輸了給那隻 什麼好玩什麼 其實這場馬 這次是蝕了步速 蝕了走位 但是想不到他前一次 換不到拉縮 又遇到一個慢步速 也很慢 前面一群馬 堆在一堆 拉縮又不肯等 又是扔去外檔蝕 蝕了回來 那天那隻楊明高高 就搜到四五位 那段力 就剛剛去到最後直路 才用 即是直路一半才用 楊明高高正在爆 那隻眼神在彎尾 已經用了那段力 回來 又正在抱著 有一個不同的表現 楊明高高 再出雙腳並舉 謝謝你 潘明輝 雙腳並舉 後追很厲害 追過第四 至於風箏 再出一些進步 跟零距離一起跑 那天那隻 開心有理 我跟大家說 那條鬼片 開心有理 被人騙一騙 就收停 然後不要說收停 即是不騎 看著旁邊的 叫超然 不停看了兩次 那天超然 爆不到進來 26倍 大家想一下 那隻超然26倍 都不是很對板 不是很對路 應該說 隨起就爆了 今天 如果這隻 日日靚 撿過一檔 又遇到慢步速 他又是要兜的 我看一下 摩雷拉 但是你計馬 你真的沒有什麼理由 要捨棄這隻馬 因為我都說過 他那些後勁 如果守好的位 那些步速不是太慢的話 那一定要選的馬 那天楊明高高 一早已經守住在四五位 全心全意在外面 三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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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了一個慢步速 回來又不是太斷 那隻日靚 本來在這個位置都OK的 那些馬都拉得散的 誰知前面那些馬 一撿慢了之後 前面那些 一上去 就堆了一塊東西 拉縮又跑出去了 哎 外面好像特別好走 什麼馬都扔出去 想看他上季那些爆鬚 都不太容易 金貴拉縮 就是比較少 那這裏一堆東西 一個彎那裏 那裏 人家一撞 那他就心急了 扔出來 楊明高高 這裏還在省力 他在這裏騎著 騎著很久了 有開心有你 這裏看一看後面 喂超然在哪裏 喂 看一看 看完一次 再看一看 超然你在這裏 這裏是很漂亮的法力 怎知楊明高高 省了最後那一段力 就爆了 這隻在這裏撈 有個分別 莫雷拉都看著旁邊那隻 好運寶馬 可能跟文教良說 我三班很多馬騎 不如等我再出 馬場暗黑物質 剛才那場 馬場暗黑物質 就開心有你 再出 再出 他看了超然的位置兩次 不知看什麼 潘頓和莫雷拉 都有很多單 我跟大家講過 那隻 灰馬仔 那隻叫什麼 不記得了 灰馬 陸飛 博殺 失手 失車 那隻 一時不記得了 不好意思 選了這隻 好 雖然有可能是慢步速 又是轉彎 又是對一堆東西 但是你計算他 你沒有什麼條件 說飛了你 就漂亮 所以都選了他 那第二隻要選的 我就會選這隻 十一號的 勝出魅力 那片就不看那麼多 就是給大家看一些 報速 英明用將 正本寬心 正本寬心 其實賺了個少少慢步速 回來 就頂不到英明用將 我很老實的 潘頓發揮得好的 那我輸了WIN 輸了WIN 我都讚他跑得好的 不是說有講 不是有講 即是他發揮一些暗物質馬 難道不講他 他騎得好的 我一樣讚 我讚他這隻馬 不過賺了慢步速回來 就輸了給一隻叫做 諾斑的馬 就無話可說 但是當日蝕步速的 這隻勝出魅力 藏在松化做一輪 當日六十多倍 比第四 其實是慢步速追上來 今天這隻勝出魅力 當位又好轉了 反而正本寬心 當位又變差了 我會選擇第二隻 選擇這隻 11號的勝出魅力 一隻賺了步速 一隻蝕了步速 我就選擇這隻蝕步速 7號 11號就選擇了 第三隻我選擇 這隻桃花勝 這隻桃花勝 上場的潘明輝 都騎得挺厲害的 那些鞭 如果換了史卓鋒 史卓鋒的鞭 有沒有 潘明輝那麼狠 那麼下重手 就是愛護動物協會的頭號敵人 潘明輝 彩你都傻 不斷砌 但是他砌回來 在末段是越砌越厲害 跟鐵蛋威龍一起走回來 好似新威王 晉晨 晉晨再出介紹 贏回馬 木火同名都贏了馬 所以這隻桃花勝 今次都要選擇他 至於正本歡心 我都考慮了很久 改完又改 改完又改 但是我還是選擇一隻得益良多 人馬合拍 上次十檔 他都追上來 今天二檔 我想就機動一點吧 如果慢捕捉 就跟前一點 如果快捕捉 就守後一點 我都說這隻馬 曾經試過一場 後上都可以 我覺得他幾場都跑得好 今天就收回這個檔 我覺得 都要選這隻馬 所以 跟正本歡心 搭配了很久 我都是搭配這隻 先跟大家講四隻 希望各位可以加入 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有些長次會留在會員 第二天 那天 即是 雷文事前 Live Part B 跟會員分享 今天想跟大家講四隻 個人心水 先選擇這隻 希望步速不要太慢 希望馬拉得 不要失得太實 計馬 你都要他 第二隻 我會選這隻 勝出微力蝕捕捉 正本歡心 就是賺步速的 但是 今天有可能 沒有什麼步速 正本歡心又賺 不過當位差了 反而這天勝出微力 上季有一場 新馬的時候 我都說那場馬 車前到後 上次收藏密密 做一輪 可以蝕捕捉 追得這麼厲害 今天先選這隻 7號 11號 第三隻 桃花城 雖然沒有了 潘明輝那些 那麼厲害的邊 看看史卓鋒 怎麼發揮 第四隻 我都選一些得益良多 當位又好轉 機動 慢步速 就跟前些 快步速 就守後些 選了這四隻 先有什麼 就雷文事前Live 先跟老友去研究 看看有什麼冷卻 怎麼投注 好些 希望各位加入小弟youtube 會員月費計劃 雷文先祝各位 有一個鬆鬆動動的連 開開心心 馬場暗物質 大炮王 希望不要發生 希望就是這樣 這一場的雷文個人介紹 7號 11號 4號 1號 因為我經常看錯了檔位 7號 天天靚 對 11號 勝出魅力 對 4號 桃花勝 對 1號 得益良多 希望各位贏多些